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0日 这是今天上传的第四个录播的节目 这个中间出去办点事 各处走一走 走一走现在就精神多了 如果在房间里待得过久 身体恐怕就吃不消 现在毕竟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这个言归正传 今天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人民日报的重要版面 讲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孙国相 受惠一审开审 这个孙国相是辽宁的地方官员 这个估计 我估计应该是李克强重用的 否则习近平不可能选择性反腐败 把他当典型的 辽宁省现在抓的人最多 今天上午在另一个一场下一轮节目 曾经讲到了 公安厅三个厅级干部 副厅级干部被抓 这个估计还要抓下去 那么这个是早前抓的 现在吧 审判 他为了便于控制他判多少年 用这个案子再去让深挖 让他进行揭发其他的官员 那么他把他放在河北省廊坊市中级里面发院 放到哪个法院都很有讲究的 都是这个领导人认为放到河北 因为河北目前是这个 现在都是西家军了 可能关系更铁一些 便于这个政法委操控 判多少年怎么判 一审判满之后 二审是个什么情况 今天因为他是这个 还没宣判嘛 这个直视开庭 如果开判私缓的话 那就证明用这个死刑来威胁他 让他逼他 监局揭发其他更大的官员 因为有的人他进去之后 狡猾抵赖 或者是 考虑到这个上级领导的问题 因为把领导监局揭发之后 就没人帮他了 所以可能就隐瞒了很多真相 现在不太清楚 他和李克强关系怎么样 或者和李克强的秘书 这个辅助的人 因为李克强在辽宁工作一段时间 身边大大小小不少助手 我估计李克强他挖不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李克强这个人还是比较连接的 但是他的弟弟和他的秘书 办公厅主任下边信的这些嫡系小兄弟 那就很难讲了 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 一定是通过这个孙国相等这些 这个贪官地方小官僚 继续伸瓦 就拔出萝卜 带出泥啊 你看这个这里讲 孙国相担任过辽宁省 盘锦是人民政府的市长 代市长 盘锦的市委书记 盘锦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 那里有个酒很好喝 贺香王 另外这个地方靠海啊 这个又有油田 辽和油田呢 那肯定是有钱 有油吗 那个当年 周永康不就在这发家了 也不知道他和周永康是不是有这个关系不错 也可能啊 周永康的铁哥们 反正是都是对立派 否则不可能习近平下这么大的功夫啊 去整这个孙国相 这里讲他呢 讲到他的犯罪证据 就是什么呢 他利用这个职务的便利 这个通过他人 或者通过自己的这些关系 为相关公子个人 募取银行贷款 专项资金 提供帮助 然后收受的贿赂 其实中国的官员是权力太集中了 都到一个人手里了 那自然而然他是一把手 那可能盘锦有银行啊 这个有生意啊 招商引资各种吧 这都是一样的 我要讲的什么呢 你看这篇文章里面讲的这些细节很有意思啊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他不认也不行啊 现在什么也不是了 以前是市长书记是呼风唤雨 现在完蛋了啊 中共官员就是这样 把你抓进去以后啊 没有人身自由 也提前就给你撤职了 所以不认也不行 认罪毁罪 这里可能就藏有一些秘密了 下一步是要不要他的检举揭法挖别人 现在不太清楚啊 我估计今天的金额也没有讲多少钱 讲了今天啊 今天讲了受贿是七百六十五万 将近一千万啊 因为这是一个罪 说不定还有别的罪加一起就过千万 过这个差不多达到一个亿了 你想想 九千七百六十五万啊 这算总账了啊 可能仕途上认知这个家点都给他抖了出来 你看最后更有意思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记者各界群众三十余人旁听了 听审 这都胡扯 你看那三十的什么没有三十篇文章 都闭嘴了 都听新华社这一个消息 一般这种报道 这个听审之前都通知了 虽不惜自己报道啊 都要用新华社电稿 这编辑记者都去摆上了 看一看听一听 什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是一家子 有的时候他就是 故意找的一个群众演员啊 你像我宣判的时候就群众演员啊 宗津文法院大厅里黑压压一片 真的满满的 有的我认识 有的不认识 有的脸熟 很多都是安全局 领导安排了 就震慎震慑你啊 让你感到你自己抽不可闻 人家都知道你是犯罪分子 羞辱你啊 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就在这大忽悠啊 不过他这后面讲了 法庭宣布休庭 择棋宣判 这就等领导 等习近平发话了 但是像他这么小的官 无计习近平没有必要 就因为习办的秘书 习近平秘书 秘书很多有管政法的秘书 政法秘书就决定了啊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这个另一条消息 说铜锣湾书店再版 又出了一起铜锣湾事件 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 这是中央社的报道 美国之音报道 VOA 那么这个消息讲啊 台湾出版集团 台湾出版是很多 有个出版集团叫八旗文化 有个叫八旗文化 我还没听说过啊 因为我没去过台湾啊 这个人叫李彦赫 就这么个人 他到大陆去探亲 我估计他可能 一般都是早年移民到台湾去的啊 都有亲友三七六五在国内 据报在上海被抓了 你看他以为没事了 回家探亲 自己都忘了 觉得出版几本书 编辑几本书 给别人出版 也不一定都自己写的没事 结果就抓了 据了解他这个李彦赫 也叫傅查 笔名叫傅查 出事以后 他家族着急 向这个马英九求助 没有用 马英九就是个摆档 马英九都退了 习近平就令他搞这个统战 另外马英九不可能 给别人说情 马英九这个人 对不对 无注意解决问题 这篇文章讲 有分析认为 由于傅查 曾负责出版大陆当局 严重的题材 一些敏感书记 不排除香港 铜锣湾事件 在他身上重演 一定是这样 为什么呢 你自己出版这些书 然后随意研究呢 国家研究部 有个部门专门研究 有一个局专门研究 香港台湾的图书 责任编辑谁 编辑谁 谁写的 谁给出版的 全有黑名单 详细对 用这个 曾义强的话讲 大连国报的特务 国安特务 曾义强的话讲 叫什么 记录在岸 记录在岸 实际成熟 这个收监 实际成熟就给你 收到监狱去 就这个意思 他说复查失联的消息 谁透露的美籍中国大陆流亡作家贝林 4月20号透露 说贝林接受美国资金专访讲的 他透过上海文化界的人了解了 这个复查被当地公安秘密抓了 已经一个月左右了 一直没对外宣传 因为可能不敢的 怕这个中共这个重派 说如果不告诉 是不是私下协调协调说不能放了 放不了 他招抓了你 一般情况下都要派 贝林说 就我知道的是 他三月初回到大陆了 最后一次脸书是三月二十二号 然后就消失了 就突然就消失了 你看 这就是一个新的铜锣 铜锣链板 一个故事 贝林就讲了 曾经通过马英九先生访问中国 请马英九的访问团 努力让他回到台湾 现在还看中马英九 马英九能救了他 这都是想 这个想法很善良 但是很幼稚 不了解中国的这个政治 也不了解马英九 到底在习近平心里有啥分脸 马英九你想公安 不能理他吗 王小龙眼皮子看不看都不一定 别以为马英九是个人物 他就是被利用他 来这个这个遮掩一下 稀释一下淡化一下 蔡英文访美 见麦卡西的重大世界 中共大外宣 不会是找马英马英 说好我给你反应反应 他想他反应给谁 谁谁的 笑话啊 说是本名李言和的来自大陆 辽宁秀苑呢 我还真没听说这个人 移居台湾以前曾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09年就在台湾办了一个出版社 因为文人没有给他特长 出版书挣点钱维持生活吧 对不对 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一个生意 中共何必在乎呢 就中共小心眼尤其习近平 这个信用特别狭窄 这个东西算个什么是不是 看他有啥关系 他就出版了 就别人书拿出版金 我给你出版 你出多少钱给印刷赚点钱 就是就和别人做工一样的 但是中共特别怕 因为什么呢 习近平不讲了吗 讲好中国故事 只允许他讲故事 不允许别人讲故事 很霸道啊 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 恐怕不那么容易啊 然后据说他求这个陆委会 台湾陆委会 那差不多多少 因为陆委会毕竟是一个台湾的部门 这个部门能不能给中共施压 很难讲 他说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 这个4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讲到这个事儿 估计他通过这个组织部门 谈一谈 或许还能起来作用 那么这篇文章还讲了 通螺湾事件 通螺湾事件是旧文了 我不许啰嗦 我要讲什么 中共就是善于搞文字语 那么他另外还有一个 现在跟台湾角力 抓一个 就可以当成把人质外交 通过这个给台湾施压 你看以前不是抓了一个台湾的 就所谓间谍特务 对不对 李明哲嘛 是不是 其实也不是 他就是做公益组织的 盼了五年回来了 那几年 这个事儿也是很大呀 海外媒体经常报道 我曾经也做过评论了 不去多说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非常给力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 这是海外的中央社报道的 处在对抗最前线 驻日美军指挥官一番话 摊牌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人物 这是军方的一个军头 美国军头 美国军头讲的话 可不是开玩笑的 也就是显示美国的实力 他说是驻日美国陆军指挥官 他叫沃尔 这是真正的实权派打仗的 今天他表示 如果把这个亚洲各国和俄罗斯 及乌克兰战争中的各国进行类比 就是很多国家比一比 日本像什么像波兰 这个台湾就像乌克兰似的 菲律宾像罗马尼亚 中国就像俄罗斯 这个非常形象 他说沃尔是下午在现记者会上讲的 他说从冲绳向南延伸到台湾菲律宾等第一岛链 地位重要 驻日美军站在保卫自由刀刃下第一线 与日本自卫队合作 在威胁升级时提供危机应变协防 这就证明现在台湾问题很危险了 否则军头不可能出来讲 他讲得上级允许才行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台湾一般日本都是以前退的人讲 其实也是我认为都是情报部门统一指令 他可能也是 他说美军也像第一岛链的日本 韩国和菲律宾 以及泰国新西兰澳洲等国家保证了 盟国保证了 尽管这个地区没有向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但由美国美军实际部署展现威慑力 就这个地方没有违约 但是一旦打了咱们不能不管 就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岛链 他讲到美军既由部队的态势 以及举办军演展现部队能力 展现出美国的意志和决心 沃尔指出 驻日美军另一个任务是强化美日两国的协作能力 尤其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从人员技术和程序三方面招手强化 他就等于向中共发了一个声明 讲得很清楚了 你要动的话我们就在参战 有关驻日美军的任务 沃尔强调中国不仅对美国构成威胁 日本在去年12月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 也把中国列入什么课题了 驻日美军的第一要务就是展现威慑力 确保不会爆发战争 说因为这个地区发生的任何冲突 都会量成灾难性后果 因为这个地道列大都是重要性 以前我多次想到了 他说呢目前呢 区域形势的剧烈变化是从32年 他当着32年当兵啊 没看过的 就最危险的时候 他当了32年 他回顾以前 没有这么危险 他说美军必须保持正确部署 并与盟友和伙伴对话 在缺乏北约组织系统下 这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毕竟没有北约 那沃尔提到呢 中国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 会议当中展现的强硬态度 以及文物战争的爆发 都让许多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威胁 尤其是日本 以及第一岛列各国 不光是日本 还有菲律宾这边越南都连在一起的 他表示呢 他和日本国防官员讨论 如何从俄乌战争 吸取教训 把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地位 套用到亚洲 日本呢 就有点像波兰了 菲律宾就像罗马尼亚 中国像俄罗斯 台湾像乌克兰 虽然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一种用 可以用它来理解亚洲 防卫环境的方式 就一旦战争打起来 那日本就是波兰了 习近平跟普京俩勾队 其实这个目的就在这里 声动机器 你打乌克兰 我干台湾 然后咱胜利以后 咱哥俩当老大 但没想到俄罗斯表情不好 大输了 也没说输 现在焦躁状态 打得不太好 非常不利 那么太平洋地区的部队论坛 将在5月16号到18号 在夏威夷 台湾山举办 就台湾山 这个是当年 深重山活用大本营 对吧 这个地方 现在16号18号 有个重要会议 叫太平洋地面部队论坛 那么美军表示 这将是一个世界级的国际活动 凸显地面部队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作用 就开着会的目的 实际也是针对中共 大家研究 研究 怎么对付中共 以及在和平战争中 对联合部队的贡献 透过小组讨论 让美军陆军 美国国务院 联合与区域伙伴 讨讨论太平洋地区部队的 关键角色 我估计日本肯定得 邀请日本参加 菲律宾等等 沃尔说 区域各国的国防产业 还有智库 军方人员 将齐聚太阳战讨论问题 还有做生意 军火生意 看见没有 国防产业 因为你有枪炮子弹 这个很麻烦 而且还有一些武器 都有配件 如果是打废了 重新修补的话 你得有替代产品 对不对 更新产品 加上挺麻烦 还有后勤人员 他说 沃尔佛说 区域各国的国防产业 智库和军人 齐聚在这里 尤其是俄乌形势 对此区域的启发 并与更多理念 相近国家 相近的国家合作 就是说其他工业国 自由民主价值外的 独裁统治人家不可能跟美国合作 美国也不能理 这是一条消息 今天早上 这个没有谈完 就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现在已经不中立了 有一段时间 韩国一直在留一手 只是在道义上 经济上 就拿钱帮助乌克兰 但是没有给武器 现在变了 发广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尹锡悦 随时尹锡悦 给大家看 就这位老兄 尹锡悦 尹锡悦呢 因为考虑到和中国很近 他不敢 所以他留保留 有所保留 现在形势不一样了 他变了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 如果乌克兰遭到大规模的平民袭击 韩国可能会将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扩大到什么 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 之外的军事援助 那等于置眼拿武器了 路透社是这样的 这标志着韩国总统首次改变了 反对军事武装 誓言乌克兰的立场 本台消息称呢 韩国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可能性 就韩国现在想给他什么武器 韩国的科技很发达 军事科技啊 这战争以来 韩国一直坚持 只向基辅发送人道主义援助 以避免损害韩俄关系 但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韩国总统引起一个改口了 他说如果对俄罗斯平民 你进行大规模攻击 实际已经攻击了 他就等于改变观点了 继续地抓住把柄去指这个 他将考虑一下乌克兰运送武器了 他就讲到 这个这是韩国对乌克兰战争的重大转变 如果说韩国到目前为止对这场战争从团保持一定距离 甚至魔令两可 那么韩国总统尹玉的表态 就是180度大转弯了 世界军事变了 搞不好下次开打了 战争可升级 直到现在韩国还不想因为军事上帮助乌克兰而触弄这个莫斯科 特别是因为这个普京可能给平党支持 作为讨价还价的报复 就担心那个普京报复 因为普京毕竟有核弹啊 对不对 而且核弹最多 对吧 然而上周披露五角大陆文件提到了美国向韩国施压 要求韩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特别是要求韩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设备和火炮弹药 韩国总统尹玉玉说 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有条件的 那就是什么呢 如果出现国际社会不能容忍的情况 如对乌克兰平民大规模袭击 突杀 或什么严重违反战争法 现在已经违反战争法 战争法了 对吧 韩国可能很难坚持 提供人道主义和财政原作 也就是他这支持的内容就变了 扩充出来 实质主义就得支持了 说目前不轻视 尹玉玉讲这话什么意思 当他4月26号在白宫和拜登会面 以庆祝结盟70周年时 可能会进一步讨论 就现在他马上他俩要见面 他要到那个美国去 这次他上任以来第一次 也是多年来这么讲吧 近些年来少见的 那么路透社今天称 韩国尹玉玉 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敞开大门了 下一周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尹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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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美国打这个细菌战 从飞机上扔什么扔那个就是老鼠 老鼠带那个伤害兵 伤害菌 我爸爸相信了 说老爸爸恨美国佬 他认为他不知道联合国咋回事 以为他这场战争是打的美国佬的黄头啊 稀里糊涂惨战了 这个死的太早了 如果能现在活的时候就知道真相了 恨人大悟 原来这么回事 咱是教育金正日骗 毛泽东斯大林他俩他三个给耍了 是不是 根本不是保家美国 完全是大虎 像现在一样 中国又开始忽悠这个小粉红 打台湾 胡同 这个蔡英文搞台独 赖清德台独 其实没有 他们基本都搞现 维持现状啊 不过蔡英文由于习近平的威胁 民进党给我感觉 这个导向美国啊 这确实也是 也是一个现实 那么这边文上讲呢 在排除致命武器援助乌克兰可能性一年以后 韩国首次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了 这应该是转折点啊 他说韩国作为美国的中央盟友 还有火炮药 药弹的 火炮弹药的主要生产国 他生产这个厉害 赚钱的啊 尽管西方在武器供应方面施加压力 但韩国迄今一直试图避免就是彻底得罪这个 普京 就这个意思啊 还避免 俄罗斯报复 因为什么得罪完了 俄罗斯在轰他怎么办 他是这样想的 现在看着他顾不上了 啊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拜登 这是刚刚看的消息 拜登开始忙活了 给谁的通电话呢 和这个 欧盟 冯德莱恩 还有马克隆 又通电话 上一次马克隆不是表现不好吗 拿了261个空客大单 我估计拜登气坏了 是吧 这回要通电话了 冯德莱恩介绍的情况 他说欧盟和美国领导人在通话当中探讨了 对华关系 台海 和平稳定 需要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非法入群等多项事宜 据法国总统府介绍 美 韩 法美 首脑在通话中就乌克兰的最新进展 以及 马克隆日前访华取得的成果进行沟通 他们俩是一直在通电话的 这篇文章讲 就拜登与冯德莱恩的通话内容 白宫周四发了声明介绍情况 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 美国 这篇文章讲 白宫 补充说 拜登 和 封德莱恩从事了美国欧盟的承诺 确保 乌克兰 去获得 所需要的经济安全援助 还要继续支持 并继续密切合作 让克里姆林共为俄罗斯的 群列行为付出代价 说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正在进行的加速向清洁能源 经济转型的 农力 还有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经济转型 封德莱恩通过推特说 与美国总统拜登 就欧盟美国战略 事情进行非常好的交流 包括 谈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现在给没给俄罗斯武器啊 对不对 那么台湾海峡 和平稳定的需要 就是能不能打起来 肯定在私下讲 他不能告诉老百姓 支持乌克兰反对 俄罗斯非法入群 七大集团国 七国集团 G7 广岛峰会 就是峰会筹办怎么样了 这次咱们去 是不是要 一块研究研究 关于 进一步制裁 俄罗斯普京的事 还有这个 马格里布地区的发展 也就非洲西北部发展 这不是一带一路了 也是要帮助非洲 再看下一部分 他说 就拜登和马克龙的通话内容 白宫说呢 即4月4号通话之后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 马克龙总统 最近对中国的访问 老拜登肯定讲 你这不够朋友 你这么一整 给咱们播音起簧 而且你回来之后就开始 瞎讲啥 说这个 不管台湾了 这什么意思 你代表我 你说了算 我说了算 我是不是老大吧 我是老大 你得听我的 马克 马克龙 我估计可能 拜登也在批评的 对不对 他听不听另外一回事了 这篇文章讲 为促进印度 咱俩还是铁哥 我估计肯定和拜登这样讲 拜登说你别扯了 你搞了全世界 沸沸沸扬扬 影响欧洲团结的决心 你什么意思啊 就因为你哥是马克思啊 马克龙说 哥们我哥不是马克思 在外界瞎讲 这篇文章讲 他说法国总统 在声明中当中讲啊 在马克思 在乌克兰继续成为俄罗斯 军列的受害者的时候 两位总统就当地的最新发展 和对乌克兰战争努力交换了意见 他们从政共同决心保持这种支持 实际上这些国家还是真正站在一起 为什么他的国家的立国资本 是民主法治啊 对不对 你和习近平这是什么 是利益之争 你把大胆给我了 完了我表示表示 这个 模领两可 然后我又开始又转向 就马克龙现在不就这样吗 说法方提到共和国总统在结束对北京广州的国事 访问同时介绍取得成果 中国可以发挥作用 在中期为按照联合国宪账的原则和宗旨结束冲突做出贡献 等马克龙可能 跟拜登讲了 哎咱还在团结他 赶快叫这个战争的停止 然后怎么支持 他支持不起呀 老白呀 这么大年龄了哈 中国现在不管怎么样 啊 习近平不是还没支持的致命性武器吗 这就是一个好事吗 我在忽悠忽悠他 马克龙做好人 这篇文章讲啊 他说 两国元首一直认为必须在此技术上继续和中国接触 那么爱丽舍公称啊 国家元首马克龙还强调了欧盟 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重大贡献 在民用和军用方面 合力超过了多少67欧元 已经支援这么多钱了 那么还回顾了欧洲人继续重新武器的重新 重新就是提供武器的重要性 以便承担起这个 分担跨大西洋安全的责任 法国将通过新的军事计划法 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因为法国这个国家是很重要啊 这篇文章讲 因为这个文章是法广写的 法广牛他了解情况 他说 两位总统共同致力加强 正在进行的合作支持的 这个国际法 包括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航行自由 两位国家元首 还讨论了苏丹 极其林林担忧的局势 政治家都是这样 藏一边 漏一边 都撒谎 其实他俩谈话的内容绝对不仅仅这一点点 挤牙膏事 这都是为了给老百姓 忽悠的 实际上内容 他们私下可能我估计争吵不休 为这个利益自身 尤其是 空客 抢走了博音的生意 这个事 马克龙估计和拜登没少大嘴仗 好 等下一个节目呢 再给大家介绍更多的好的新闻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 OK